他是一名解剖學純威 無視物理法則 他看起來是卡住的 或許... 欸等一下 靠腰 我一轉個頭他就直接瞬移 Papi Playtime Chapter 3 最令玩家壓抑的BOSS Mr. Light 生前的故事 由此揭幕 金毛女孩 看著最喜歡的Mr. Light玩具 身旁的 蔡徐坤 銀毛男孩 邀請女孩玩醫生遊戲 看在男孩年齡相仿 長得又他喵帥 女孩當然心動囉 成長過程中 Cat B 小兩口 互相送對方情人節巧克力 有情人 忠誠眷屬 Cat Nap 竟然有通緝令 懸賞金 不知道有沒有魯夫膏 好啦 其實是走私兒童名單 情侶檔 學業有成 Playtime Co 正好在招聘 哪家公司不選 偏選萬惡企業 因為長得夠像Mr. Light 錄取 此時我們知道 女孩叫Claire 男孩的名字也印在工作證上 Ethan 與隔壁棚的洗手液戰神 同名 Claire當街熊抱Ethan 阿曼達 是你 Amanda the Adventure 一款與Papi雷蛋有許多共同點的遊戲 也會放VHS 不道德 人體實驗企業 咳咳 讓我們回到主線 Claire老師 上課啦 Apple Tomato Papi 可惜沒登場 偶爾會有孩子被帶走 Claire在Playcare 誘教進展順利 然而Ethan 卻不如預期 綠毛女孩直到掛點 都沒有突變成玩具 看著合照與備好的婚戒 就算丟了名牌 也得成功 工作證被Claire撿到 這一窺探 發現Ethan 是外科專業 謝謝 Claire沒忍住的大叫 驚動其他外科人員 為防泄密 決定打預防針 Ethan 衝向前 英雄救美 Claire卻在不對的時機 鬧便扭 害得兩人都遭到公司處置 等Claire醒來 已然化身成最喜歡的玩具 Mr.Light 大人一殼改造成活玩具 身邊 躺著的愛人 早已棄絕 喜悅的外殼 蓋不住悲創 實驗室外頭 正在上演 Mommy Long Legs VS Hoggy Woggy 其他活玩具處於失控狀態 Playtime 員工 攤坐在地 從服裝來看 與Jack Subtick Guide 飾演的 Marcus Brickley 同一階層 不放慢動作無法察覺 能過去的石頭尚未砸到 老師的臉 就欲先裂開 太屌了 Ruined Critters 留了一手 Delight 畫悲憤為力量 揮舞著武器 滿罐塵雷打 蛤 千萬不要小看 老師手上的流星錘喔 其實那是新娘的捧花 美夢中的婚禮現場 全體學生紛紛祝賀 新郎Ethan 也沒死 新娘Claire 從此過著 幸福快樂的日子 回到現實的更早之前 比創始人Elliot Ludwig 更邪門的醫生 Harley Sawyer 給Ethan 抉擇 左邊 這不是 之前被我當作幫著巴尼的兔子 Surprise Hair嗎 多虧Ghost 這下廢去玩具 也有錢賺啦 試驗對象 看似要認識不久的小孩 還是熟識到不行的自愛 親手下達判決書 Ethan不忍直視孩子 沒想到報運來得那麼快 身上還有PJ突變的痕跡 Mr.Light幫學生瞑目 坐在已故的愛人身旁 給離不開學校的老師 最淒美的詮釋 Playtime code的實驗對象 可謂五花八門 孤兒 離家出走的 看到不該看的基層 肺癌員工自願請命 詳情請看直播回放 恐龍Brown 被Voxy Pooh霸凌全都錄 各式不斷地藉由動畫創作 傳達Mob Entertainment 核心圈才能知曉的概念 HAPPY為主題的影片製作以來 也懷了一堆遊戲角色 最早質疑的資深員工 Stella Gribber 對衰老極度厭惡的女士 到紫色阿伯 也就是公司創始人 Elliott Ludwig 第三章玩下去 他的嫌疑更貪娘大囉 還有公司二把手 創新部門主管 Left Pier 從第三章VHS聽到 逼迫Catnap待在Playcare 哪都不准去 但有個老傢伙 是只有玩多人版 Project Playtime 才能先知道的反派 哈利索亞醫生 提倡以活玩具代替員工 認為玩具可以一直工作 甚至不執行 如此一來Playtime公司 足以省下巨額預算 與開銷 提到省成本 就不得不提遊戲配音員 意思 當初Party和Stella 同個配音員 外加Stella授綁時 螢幕有Party的手 兩腳幾乎快想到一塊去了 考量到歐美運用同個配音員 真的是在西中平常不夠 但這是Party Playtime啊老兄 講究細節推敲的遊戲啊 如今Dogdead的配音員 也和哈利索亞醫生相同 如果官方最後說 他們不同人 只能說 誤導性 滿分 畢竟此類遊戲 就是要我們玩家 猜不透 才有趣 對吧 Party Playtime 乍看之下 是一款 鬼抓人 恐怖遊戲 埋藏著 許多值得深究的 活體實驗 實際上 卻是一部 血汗員工 反撲的巨字 呼應遊戲公司的名稱 Mob Entertainment Mob 譯為暴名 警示意味濃厚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 隨著時代的進步 人們更傾向於做自己的老闆 祝福各位 都能找到最喜歡的職業 如果覺得影片還行的話 請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演算法大師 我們下回見